好 要来关心是民进党主席补选结果出炉 那么同额竞选的赖清德 记忠是以四万一千八百四十票当选 将会在周三的中职会进行交接典礼正式来接掌 我从投票率来看 不仅是这个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所在的沟雄 投票率只有10.21%创下全国最低 就连绿营所在新北的大票仓三炉 投票率也是全区倒数 似乎这一显示基层还是相当冷漠 更不用说接种而来的挑战 包括像是总统提名 立委布局都考验类准主席 跨派系协调的折充能力 一早在总统府内接见国际青年大使访团 副总统赖清德要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 但换个身份跟基层的距离 恐怕也得更加努力 赖清德以四万一千八百四十票 同而当选民进党主席 总投票率为十七点五九个百分点 虽然比二零一九年补选略高一些 但代理主席陈其迈所在的高雄 投票率却只有十点二一 新北市虽然投票率二十点四三 但民进党票仓三炉却是全区倒数 党员显然依旧有些冷漠 就跟上一次的比较 事实上高雄也有进步一点点 那不过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检讨 为什么投票这么低 那包括投票地点的设置 这个将来可能都是我们要去考虑 这个跟派系分裂 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地方民态还是相当有信心 在赖准属席想要重整旗鼓 却是挑战重重 第一关就得面临南投县立委补选 接着还有重头戏 完成2024总统提名 以及立委选举布局 考验他协调各派系的折冲能力 更不用说基层频频喊出 要对高家瑜王世贤祭出党籍 也成为赖心得的烫手山芋 过去有一阵子 他们是用党员来投票 就是这个提名的部分 那现在已经多年来已经改为 这个完全就是说 用这个民调的党员 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 那不是那个样子 你说他是踹高家瑜 其实就是赖饼的赖神 即便外界潮得沸沸扬扬 但随着赖金的全面接关党务运作 消息直出 他除了与各派系接触 私下也有人帮忙 与立委党团立委沟通 预计春节年后将会有具体成果 展现派系沟通 零阻碍的决心 借综合报道